你有多久没看过电视了 你知道现在OLED电视有多火吗 火到直接让你买不起的地步 别不信啊 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最高端的液晶电视只需3-5千元 多的6千左右 同样尺寸的OLED电视 价格直接飙升 少则8千 多折上万 甚至数万元 两者的价格可以相差2-3倍 这么贵的电视让你买 你肯定会犹豫一下 担心被商家当韭菜了 那么问题来了 LCV显示器与OLED屏幕有什么区别 OLED凭啥卖这么高价 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事情 要了解OLED的为啥这么火 我们还需要从显示器的发展开始说起 在早期时 电视和电脑造型都是这样的 屁股很大 如果你拆开来还会发现 它里面其实也有一层类似的结构 这个就是早期的显示器 CRT显示器 当然 这么笨拙的东西 没几个人会喜欢 所以就出现了LCD屏幕 也叫液晶显示器 LCD没有CRT那么大结构 它是由这么多东西组成 这些组件虽然多 但都很扁平 所以比CRT要薄得多 LCD经过数代技术更迭 液晶电视成为我们最主流的家用电视机 不过对于轻薄的追求 人类是从未放弃脚步的 中国香港邓轻云博士 发现了一个可以自主发光的二极管 这个东西就是大名鼎鼎的 OLED 也叫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可以自主发光 而且结构更少 就是这样 这种结构做出来的显示器 是不是就比液晶显示器还要薄 所以OLED的第一个优势出来了 轻薄 不要小看了轻薄这个功能 它的好处非常多 不仅好看还可以间歇增加产品性能 你可能会疑惑 这也能扯到性能 还真是如此 在我们看来 轻薄可能只是更好看 或者是科技感更足一点 但是在数码产商看来 屏幕越薄就意味着 产品内部可以装下更多的元件 更厚的电池 以及更多的芯片 这些都是可以提升产品的性能 比如增加电视或者手机的处理速度 这不就变相增加了产品的性能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产家对OLED的屏幕 痴迷的原因之一 当然有些人会说了 我们也不看电视 只想在手机上玩玩游戏 刷刷短视频什么的 干嘛要用OLED 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用 而是OLED屏幕的优势 在电脑上可能还不明显 但是在手机上却更加突出 甚至说OLED的崛起 靠手机也不为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只要猜猜OLED屏幕 在手机上有多火就知道了 说出来你可能也不会信啊 不管是华为 Vivo 还是iQoo等国产品牌 又或者是苹果 三星等外国手机 他们的极限机型都搭载了OLED屏幕 而且还买得越来越好 曾经有很多小伙伴高声呐喊 LCD永不为奴 不断对比OLED屏幕 与LCD屏幕的优缺点 如今也都慢慢接受了 甚至开始抛弃LCD 那么OLED用在手机上 有那么香吗 为啥大家都开始钟情于它 要比对它们的优劣势 我们就需要从 它们两者的结构和原理出发 从结构上看 相比于LCD OLED的结构少了背光层 偏光片和液晶板 由于背光层和液晶板 两个材质都比较坚硬 所以LCD屏幕没办法 大程度的弯曲 而OLED则没有这个困扰 可以做成柔性屏幕的弯曲屏 这就是第一个优势 OLED更加柔软 千万不要小看柔软这个功能 应用得好 它可以解决手机的很多痛点 比如屏幕的屏占比 纸板的屏幕都会涉及到 封砖这个概念 所以手机都会有黑边和下巴 在传统LCD面板封砖时 左右黑边和下巴都很明显 利用屏幕弯曲 将这些黑边缩短 所以最近两年屏占比很高的曲面屏 开始流行起来 就是OLED的功劳 除了曲面 OLED的屏幕还有两大优势 颜色鲜艳和屏幕反映时间 这样者都与屏幕的工作原理有关系 它们的原理虽然有些复杂 但是熊猫做了个动画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屏幕的发光 其实和我们现实中 说看窗户有点像 有些窗户有装窗帘 有些没有装 我们看到的灯光效果也不同 有些窗帘的颜色不同 我们看到的颜色也不同 在屏幕的工作原理上也是如此 LCD工作原理是背光层发光 然后通过偏光片和液晶层 绿光片等投射到屏幕上 这个过程就像屋外看窗户一样 背光层可以看作房间里的灯光 那么偏光片就是白夜窗 可以调整灯光的强度 液晶层和绿光片就像窗帘 不过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彩色 也可以调节灯光的大小和颜色的不同 但是程度不一样 在屏幕中 LCD的背光层一直是亮着的 而且发出去的是白光 所以我们想要控制这个窗户灯光的大小和颜色 就需要窗帘和白夜窗作为辅助 想要让窗户的灯光暗一点 就拉上窗帘 也就是调整液晶层 想要窗户显示彩色的光 就调整白夜窗 让光照到不同的绿光片上 也就是调节偏正片 想要窗户完全黑下来 就将白夜窗直接拉上 也就是调整偏光片 这就是LCD的原理 而OLED就简单多了 它就是有机发光层自主发光 就像一个智能灯泡 它可以自主控制颜色和灯光大小 我们想要在窗户上看到什么颜色 灯光多大 只需要控制灯光颜色和亮度就可以 想要黑色就直接关掉就行 了解了原理 我们再回头看看OLED的优势 反应时间就很好理解了 因为LCD的屏幕 是通过类似穿连来控制颜色的变化 但是你穿连拉得再快 都不如OLED直接控制灯泡来得快 有人做过统计 最终呈现下面这张图 两者的差距比较明显 大概是OLED控开关速度94的时候 LCD需要穿连来回拉动124 这个次数其实就是手机的刷新率 手机刷新率越高 屏幕画质越流畅 也就是说 90赫兹刷新率的OLED屏幕 相当于120赫兹的LCD刷新率 这就是我说的屏幕响应时间 至于屏幕鲜艳也和结构有关系 LCD的背光灯处于灿烂状态 只要不关机就不会熄灭 我们看到的熄屏 其实是百叶窗挡住的结果 有时候遮不住了 还会出现屏幕四周漏观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漏观屏幕 而且就算是挡住了 如果你真正看 它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纯黑色 而是一种深灰色 深灰色的屏幕 会导致手机的颜色和图案失真 这个和明暗对比度有关系 我们只要看看 下面这张图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同样颜色的草莓 在深灰屏幕上颜色的鲜艳度 是这样的 比较暗淡 而在黑色上看起来就比较鲜艳 这就是对比度的问题 对比度越高 屏幕颜色越真实 也越鲜艳 目前市面上对比度比较出色的屏幕 是三星最新的 EU发光材质的OLED屏幕 它的对比度高达800万比1 不仅可以降低25%的能耗 而且亮度也提高了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500尼特 像这样的屏幕一般看起来 都非常的逼真和鲜艳 现在大家理解了 为什么高端电视和手机 都选择了OLED的原因了吧 它并不是某个单一的原因 而是综合起来的音速 轻薄 响应快 色彩逼真 柔软弯曲 最终都体现到手机的整体性能上 这就是大部分旗舰手机 选择OLED的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 OLED真的这么无敌吗 是不是说OLED屏幕 以后会完全取代LCD 当然当然不是 这就要说到OLED的缺点 OLED也没有战胜 甚至完全取代LCD屏幕的意思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上面说的OLED自身的缺点 还有一个是LCD技术 不断突破争取来的 我们说下第一个 OLED和LCD屏幕一样 都不是完美的屏幕 它的缺点也有不少 比如价格 寿命 分辨率 低刷新率 能耗高等等 这些问题虽然不大 但是也影响着OLED 在中低端机上的布局 以低刷新率时 高能耗问题为例 OLED的材料 一般是用低温多金硅 这个我们没有必要详细了解 只要知道用了这个家伙 在低刷新率时 电子迁移的时候 容易发生漏电 反而更加耗电了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得了富贵病 在低端机上 它反而容易好点 除了OLED的自身问题 LCD显示器 不容易被取代的 第二个原因是 自身技术不断突破难题 比如 采用IPS面板 可以支持广式角 它的四个角 差不多可以扩大到 178度的可视视角 几乎接近OLED的范围 还有miniLED背光技术 它的原理几乎接近OLED 可以像OLED那样独立发光 也可以自主熄灭 甚至它的封装方式 还可以让显示器变薄 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已经都快脱离 LCD的范畴了 当然 这些技术 也都还未完全成熟 蓝频率低 它的价格甚至超过OLED 所以也不具备推广的意义 但是问题还是那样 现在没有 不代表未来会没有 LCD还有时间 相比之下 OLED具有天生的优势 的确是目前最适合 高端手机的屏幕 而且它也与LCD一样 不断在改栏技术 比如上面说的 低刷新率的能耗问题 就可以用LTPO技术来解决 LTPO技术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它可以自由调整刷新率 降低低刷新率时 能耗增高的问题 很多人担心 OLED会取代LCD 其实是因为中国在LCD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怕中国点错了技能 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OLED与LCD正在处于时代的交替中 或者说的直白一点 就像两个高手大家 一个年轻力壮 但是更有天赋 一个老而成熟 技能越发完善 最终的成败 还要看各自今后的发展 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 不管哪个技术好 只要国产手机在用 有利于我们 我们就可以支持他们 争取让我们的国产品牌 走得越来越远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